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林鄭在剛剛傍晚的時分開了記者會 表面上說要介紹防疫抗疫基金的詳情 實際上是要時間借機來批判郭榮鏗 因為她在記者會當中用了接近一半的蝙蝠來招呼郭榮鏗 到底林鄭又發表了什麼歪論呢? 她在回答記者問題時說到 港澳辦和中聯辦就香港立法會近月發生的現象作出表示 並不存在任何干預 在憲制層面上 《基本法》雖然是保障中央賦予香港高度自治權 但強調不等於中央放棄一國兩制下的管理權 中央對香港事務關心和擔心是理所當然的 何來干預呢? 林鄭真是有問題 首先《基本法》第二章 即是第十二條至到第二十三條 就是很清楚地界定了中央和特區政府之間的關係 到底哪些範疇是歸中央來規管的呢? 第十三條說明 外交事務是由中央規管的 第十四條說明 防務是由中央規管的 至於本地的治安 就是由特區政府來規管的 即是香港警察 至於第二十二條說明是什麼? 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所屬的各部門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 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即是除了外交和防務以外的事情 就是屬於特區的管理範圍 那你這個香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如何選主席 何時輪到港澳辦和中聯辦加把嘴去評論呢? 而且還說到郭榮鏗涉嫌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又說質疑他違反了立法會宣誓的誓詞 這些很明顯就是要加隻手來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就跟你林鄭所說 說中央對香港的事務 關心和擔心是兩個層次的事 如果純粹是出於關心和擔心 你就隨便問候兩三句就算了 現在說得很具體 就是接近要說明 要針對郭榮鏗議員有什麼行動要做 即是接近說到這樣 是不是? 建制派議員就出來幫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聲 做全聲統 中聯辦和港澳辦沒有直接說 周浩鼎說了要DQ郭榮鏗 是不是? 這些不是干預是什麼? 這些純粹是出於關心和擔心嗎? 林鄭繼續說 在管治層面上 中央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民生 立法會擔當了重要的角色 兩辦管理港澳事務 眼見出現問題 接近癱瘓 表態發聲理所當然 你豈不是沒有堅守到基本法在香港確切落實 如何來行穩致遠? 請問 你這個擺明就是跟22條有底足 我還記得在上一屆行政長官選舉當中 當時的其中一個候選人就是胡國興大法官 他就質疑你林鄭為何經常說這23條立法呢? 為何不說這22條立法呢? 我又覺得胡法官說得沒錯 為何你不就22條立法呢? 不得干預香港特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你先就這條立法吧 現在你任由港澳辦和中聯辦 就本地的事務來發聲 你還說這不是干預的時候 那什麼才以為是干預呢? 你林鄭不如出來解釋清楚 原來林鄭就什麼是干預呢? 下有部分立法會議員走到外國要求外國的政權或議會 對香港的內部事務作出評論 甚至要求制裁香港 直接影響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 這些行為才是赤裸裸的干預 我認為林鄭這種說法是比意不倫的 如果你說美國國會或白宮的話 根本上別人就沒有干預你 你絕對是可以不去實行普選 你絕對是可以鉗制香港人的自由 不過人家在美國國內的法律 就叫做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當中 每年就會檢視一下 到底香港的一國兩制落實的情況是如何 現在才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確切落實 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的責任 更何況就是根據《基本法》第45條和第68條 這是莊嚴承諾 就是真相普選 45條是說行政長官最終是普選產生 第68條是說立法會最終是普選產生 這兩條既然是莊嚴承諾 為何你不去實行 美國國會只不過是吹速你去實行 對現莊嚴承諾 你絕對可以不對現 你就不要對現 人家就每年作出檢視 到底你這個落實情況是如何 如果根本上和真實的一國兩制是兩馬子的事 美國就可能會暫停執行《香港關係法》 或者暫停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這些完全是在美國國內的法律框架以內所做的事 絕對和你無關 不需要徵詢你的意見 不需要徵求你的同意 人行人的陽關稅 你行你的獨木橋 你不用跟他 還有 你說到制裁香港 不要搞笑 什麼時候都制裁全香港 只制裁李林鄭 只制裁葉劉 只制裁鄧炳強 李家超 鄭若驊 什麼時候都制裁全香港 找事來講 當時美國有說不發簽證給全香港的市民嗎 多餘 有說要取締香港人的綠卡嗎 怎麼制裁 有說要充公香港人在美國的資產嗎 全香港嗎 當時在說 人家是點名的 制裁報告是 幾個人都當成全香港 你代表香港嗎 你香港皇帝嗎 這些人都浪費 然後他又說到懶惰 不知道怎樣 我知道現在這樣說 又會被人說我挑釁 其實我也不想說 我想說抗疫 但是一些歪理 就必須要反駁 不想說 你就不要說 你根本上一定要說 專門借這個機會出來說 而且是佔了一半的蝙蝠 說完又說不說 那些語氣就令人很反感 還有兩年前都試過 你可能會說我拆蟹 但我也要說 我覺得習主席的言行 越來越有魅力 越來越令人景仰 你就是要說這些事情 就是說 你說我拆蟹 我都要說 你說我挑釁 我都要說 你說你就說 你擺明就是拆蟹 你擺明就是挑釁 有什麼問題 你行政長官 你就是大了 打橫行也可以 又可以立入緊急法 又不違憲 你很厲害 又可以用599條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做幾十條的附屬規則出來 不用通過立法會的同意 只需要你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 就可以做了 你有絕對的權力 在這個架構當中 基本上是沒有人制衡到你的 你就是至高無上 那你就說 你就說 對不對 挑釁你就挑釁 你挑什麼都可以 為什麼要裝不想說這些話出來 裝不經意 你本來要開這個記者會 就是為了說這些話出來 招呼郭榮鏗 難道你真的要介紹那本小冊子 特意要開記者會嗎 浪費時間 你真是說來說去 不要說他 這個人真是 好了 接著說一下田北俊 田少 他就說 有三個人 是分別主動接觸他 就是尋求他的支持 到底是哪三名的猛將呢 第一個就是 陳志遠曾經做過這個政治助理 第二名就是中科興業的董事總經理 潘卓虹 第三人就是 新民黨的前政策總裁 袁尼昌 即是容凱恩的老公 到底這三個人 怎樣來找他 田少就說 他就沒有像外界傳聞 四圍找人去選立法會 只不過他是動之奇出來 你有志參選的 你就來扣門 爭取我的支持 他就說他自己支持的政治光譜 就是屬於淺黃和淺藍的人士 深黃和穿黑衣的 就不適合這個平台 他就說得很清楚 即是他不是黃營 告訴你 好了 第一名猛將陳志遠 為什麼會找田少尋求支持呢 田少就說 陳志遠是通過一位中間人 扣門接觸他的 因為他就做過女法局的主席 而菲哥 即是李鵬飛 又跟金兒假期的董事長很熟 好 陳志遠就跟他說 既然是現任立法會議員 姚思榮 即是旅遊界的人 反正都退下來了 交棒給新人 既然都是交班 為何陳志遠不能參選呢 他又進了政府 又做過證助 為何都是建制派的一員 好了 另一名猛將就是潘卓紅 田少就說 潘卓紅本來想過去選工程界 但他又不是工程師 所以就積極考慮去直選 而且將會很大機會落戶這個狗犀 第三名猛將就是袁彌昌 早前就有風聲傳出 他想在港島區挑戰葉劉 和他決戰 田少就澄清說 我本身都不認識袁彌昌 怎會找到他參選才行 實際上就是袁彌昌透過中間人扣門 向田少尋求支持 田少就說 未確定三人是否敲定參選 亦都不排除支持更多人在其他地區參選 我認為實情建制派越多人參選就越好 所謂百花齊放 總之最好入十張八張的名單進去 讓建制派的選民大把都可以選擇 要淺藍也有 中藍也有 深藍也有 極藍也有 總之越多名單越好 總之在九月六號大家一定要去投票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